一早起床到有感受到的氣溫 冷靜兩天明顯是差很多 中央起上級就表示 今天你再起 淡水的氣溫今天有11.1度 不過全台灣日式的溫度會越來越低 對於晚上到明天早上 北部的氣溫很有可能會到七度 中部八度 南部九度 不及淡北部港湖的紀錄都很高 在紀錄北部的山區 河都會落比較大 而且這次你們氣溫也會繼續 輪到十七坡 就是下個星期 氣象局也已經發佈幾個運動 明天晚上到幾天早上 全台灣各地的溫度都會在十度以下 民眾要穿好燙 到下個星期去我們這些火星 現在來看的國防部 在高華住團出到這樣的消息 國防部也正式了這個高華住 在這一個禮拜之前 就在營養育都治療 不然會火的狀況是很好 根據了解 高華住在一個多月正前 到三眾來檢查 三眾就說他得到火感的第一期 三眾跟這個營養育書也連合開會 高華住由當初時幫這個副總統 蕭曼蕭曼蕭曼 地療火感的儀書康文好 來開桌 即使在這個段階開桌正前 高華住又參加完蛋的新紀電力 還有這個雷玉琪的刷新部演會 對外表都看不出來 高華住聯合狀況 現在團出他得到火感的消息 我給他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現在來看這個學校是這個雷天發照了後 有被這個老師就歡迎說 請拍關卡的學生 不過這個教育部就表示 本來就有訂這個關卡學生的辦法 也有給老師合法的關卡款 譬如說學生的行為 學校沒辦法管的時候 可以要求家庭帶回去關卡 或是這個學生抓到的學生 或是吃毒品 這就是在那裡的事件 老師要在這裡通報 交給鏡峰來處理 老師會關卡學生 如果又請求這樣用刷的 發水課條都是規劃 只是學生如果沒有按時下功課 然後亂辦結 又要怎麼改善這種行為 口頭糾正 調整座位 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反省 列入日常生活表現記錄 通知監護前人請求寫廚 要求完成沒有寫完的作業 面對一般的違規行為 大部分的老師都可以處理 但是英雄頭痛的 其實是有攻擊 或是阻鎖行為的小孩 面對這種特殊的狀況 還沒有說老師要馬上做事 如果是無領力 要趕緊要求學務處 或是輔導人員來支援 儘管如果是無法改割 可以要求家庭帶回去 如果是學生帶到帶錢 或是吃毒品 老師可以這樣做 像已經觸犯到刑法的 相當嚴重的傷害 恐嚇 勒索 限制人家的行動自由 這種已經觸犯到 那當然未成年少年 就進入少年事件處理 這時候該通報警方該通報 司法單位就已經屬於 治安事件的層次 要怎麼關卡學生 在教育報告 90年求情公佈的 輔導跟關卡學生 辦法裡面都有 但是屬實是 行政跟輔導人力不夠 真的要做有困難 到底老師到底是不是 無敵鐵金剛 特別是導師 同樣的教官也不是無敵鐵金剛 教官也是人 他遇到一些家人遭受到威脅 干擾的時候 他可能不再那麼勇敢的 去執行他的業務 全國教育基礎 國民教育法 受政案通過 中小學要增加輔導人力 加上老宿費後6歲金 也要用來增加行政人員 希望未來這裡的人力 真正夠為 讓輔導跟關卡的系統 真正重起來 記者臨修會新界面 帶把報導